这幅画的是核化,这是蜻蜓 然后这就是以西方的色彩来展现它,就是种彩 一小见大嘛,蜻蜓才有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然后整幅画的已经就出来了嘛 荷叶,荷花,这是莲子嘛,白年好荷呀,寓意比较 世世如意呀,圆满呀,冰清玉洁呀,都是用莲花和荷花来代替它 这幅画都是我所有的精品集的一个合集 然后呢,来体现一下中国就喜欢出这些测液呀,画册啊,然后这些 然后这些东西,这是 这是我在,我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副官长是我同学,他给我写的序哈 而这是我画的四条瓶,春夏秋冬 这里面都是我的精品做 这里面是孔雀,不会有余 这是小品,筛面什么之类的 这里面也是一个四条瓶 但是这本书出的好像有点湿针呀,这个颜色上好像没处理好 情深的朋友打打球啊,喝喝茶,聊聊天,花花,主要工作哈